躺在医院急诊室调点 DJ敏女子是防疫旅馆的员工 她控诉环保局人员一天来消毒两次 几乎都是密闭空间 导致她中毒晕眩 楼梯一间然后电梯 然后每一层楼的那个地毯 我今天觉得头很重 头很重是第一天就有 二月初高雄爆发防疫旅馆群聚 二月六号起有一波防疫旅馆大清销 谭小姐工作了旅店 六号上下午都喷消毒水 她当天就出现晕眩的症状 隔天没有好转 第三天呼吸困难 才要走出去透气 突然倒地 谭小姐拿出诊断书 疑似气体所致 过敏及中毒征兆 因为四肢无力呼吸困难 导致她六天内三度急诊 住院观察17号才出院 那时候你有没有打开 不能打开 公司规定是不能打开的 消毒的时候也不能打开吗 不能打开 我们就配合啊 现场同仁就是看是自己判断如何啊 想开门也可以开门 想要看说去避一避风口的 他们消毒完之后再出来也可以啊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 大概是属于在通风不良的一个情形之下 那有一些气体上面的刺激 防疫旅馆在清销的部分 可能必须要自己本身做好 经过走过路过碰过就必须要擦拭 防疫旅馆员工疑似因为清销导致中毒 此事涉职业疾病认定的范畴 劳工局已经受理劳工争议调解申请 将召开调解会议 进一步认定是否为职业伤害 TVBS新闻方志成黄晓琪高雄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